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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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未死 我只要認識一個死了的人 死了的人是一個最大的特徵 就是他是不動的 不動還要繃直個人 這一個是整個戲裏面 都要保持住 但是都不是最辛苦 最辛苦是眼睛 真的想像不到 就是眼睛不可以眨眼 他又不是閉上眼睛 所以這一個最大的挑戰 因為口水 或者風 或者有什麼動過 眼睛很想斬 然後有時看背景 究竟有沒有斬 大家都在研究 我們有很好的重演 爆發的時候 排的時候已經笑了 應該這個五性問題的 中肌那些應該沒問題 我頂得住 反而不是最嚴重的 當然沒有這個時候 因為真的沒有 他們很細心的 我們重演過 怎樣走 怎樣跑 有幾場是要跑的 他們甚至要扔我 做了 不是找我來重演 是找Dummy來重演 我們才做的 OK的 做了安全措施 我是有做一些安全措施的 總有一些支持者 那些自己弄了 這些自己弄了 安全的事情 自己最安全的 一定做了 監製就跟我說 千萬不要太合理 太合理 又不像一個普通的住客 所以他好像不太胖 又不可以瘦 這個是要保持住的 我入劇組之前 我是少少肥的 只是減了四五公斤 不多的 那就埋位了 大家可以看的時候 你可以留意一下 哪一些是我 我剛剛拍的時候 跟尾拍的時候 尾的時候有fit很多 我想最後顯得是釣鞋 我想我沒試過釣鞋 除了是倒釣鞋 倒釣鞋最辛苦是 好像老日血一樣 是不是這樣形容 即是很快就暈了 所以拍一下 都叫蹤鞋 他們拔回我起床 或者叫 武師同事拔回我起床 要休息一下 那個是最辛苦的 我沒想過 倒釣 真的一會就已經頂不住 這個是 都難忘的 這個都是難忘的 蛤 我一知道這個cast 都不用考慮了 就是不用了 Ronal哥以前有合作過的 Move姐 阿倫都是畫劇的兄弟 那些都是很想合作 所以都不考慮了 雖然那個角色 開頭聽起來 開頭我沒聽到那個cast 我都會想一會 蛤 這樣的 不穿衣服 由頭到尾 但聽了那個cast 我就想 還有信任 因為那個時候 雖然《正義回落》未出的 但是在其他場合都認識 穿天營導演 所以都知道 是一個 都期待跟他合作 你其實都冷的 因為現場在片場裡面 要開風扇 其他同事就熱 我就很冷 他們都會就我來關風扇 這個都是體能上 和斬眼 其實都有回去練過不斬眼 真的有練過的 不過成不成功 你回去入場看看 入場看看 我都幾滿意 其實 再說一句 我覺得最大挑戰的是 在沒有對白的情況下 其實有鏡頭對著我 怎樣在沒有對白 但死了的情況下 做到戲 這是我覺得我頗滿意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